棒球嶄新聞 燃燒你的野球魂 不管是生涯297轟出爐 蓄寫紀錄 還是資深羊頭宣布引退 上週棒談的發燒話題 就讓我們一起快速瀏覽 8月23號 富棒在主場交手樂天 漢將們展現地主氣勢 一開賽就先持得點 而隨後越打越順 第二局更是攻下七分大局 閒罰九人全數敲鞍 中興棒次 身號為范國城 呆培峰和底八棒的新元旭 都有兩分打點 在擁有強力後盾之下 先發投手江燒慶 也繳出優質先發 中場富棒就以10比2 打神樂天 而江燒慶也在睽違一個月後 再度拿下勝投 得點圈的機會 夾一個球出手 出棒的手棒擠壓 在中間方向 兩位野手靠過來 最後林主角沒辦法接到 林書宜要回來得分 這時候許建宏繞過三個雷包 也準備要回來 周思琦 及時的安打出現了 一局上半 中興兄弟是中斷了 最近17局 沒有辦法得分的窘境 八月二十一號 統一和兄弟在澄清湖交手 面對獅隊先發投手潘威倫 夢想打線在第一局就展開攻勢 取得兩分領先 兩號一塊 內腳球 雖然出棒有點受到擠壓 但這個球落戰了界內 許建宏要先上回來得分 這次安打有可能要讓壘上的兩位跑者回來 約東華六局上半 適時的一棒 內野的反彈球 結果一壘手沒有辦法攔下來 這讓二壘上的江國瑜 讓過三壘要準備回來得分 整個變化球被打到了左半邊 飛得比較高一些 在靠近邊線的位置遭到球主人接殺 不過飛球距離已經把三壘上的王維成 給送回來得分 的容易喔 所以也等於到了今年才找到弗萊希 這一棒我們打到了左半邊 來看一下飛行的距離 夠不夠遠的追到牆邊跳起來 結果沒有辦法接到 這個球越過了黃線 是一把拳雷打 弗萊希在七局上半開空 兩分打點的紅布拉 這下實際上中信 把比數改變成了八比一 隨後六七兩局 共識再起 一共進帳六分 整場比賽 兄弟敲出十一隻安打 其中包含洋炮 弗萊希的兩分炮 中場兄弟就以八比一 擊敗統一 奪下對死第一千七百勝 而投手方面 吳哲元表現相當亮眼 投了七點一局 只被敲出四隻安打 勝利奪下本季第六勝 8月19號 統一在主場迎戰兄弟 四隊推出新洋投 克威斯打頭陣 不過他首局就遇上亂流 兩出局後 被周思琦和徐姬鴻 敲出串連安打失掉一分 但之後他隨即回問 大展K攻 而擁有前韓之三陣 王頭銜的他 主投七局 標出十三次三陣 追平十對單場 單一投手 最多三陣紀錄 帶領統一以5比1贏球 實至名歸的 獲選位單場最有價值球員 三八不到一四點 我先看一下林立打第一球 在左外野方向 首局首打席的全雷打 而且又是打第一球 第一球就炸裂了一發洋春炮 好 林志勝拉到了左外野方向 差一點 結果是打在槍上彈回來 結果是判全雷打 所以這個球是打出去 再彈回來 那這樣的話 林志勝開轟 生涯297轟出爐了 林志勝 而且這是一發逆轉的兩分炮 林志勝今年在主場的第二轟 也是生涯的297發的全雷打 八月二十一號 衛泉和樂天交手 一開賽 林立就從林子玉手中 轟出一發洋春炮 不過龍隊可不是省油的燈 再下個班局就還以顏色 大師兄林志勝 把握住機會 也回燼一發左外野方向的兩分炮 這發全雷打 不僅幫助龍隊逆轉戰局 也將他的個人生涯全雷打記錄 推進到297轟 為聯盟記錄 再撲出一頁新的篇章 接下來 雙方你來我往互有公視 林立踏第一球有幾方向 中轉身接到之後 傳一雷 三壘上的彥虹君 是跑回了第二分 樂天追成平手 第一次被三陣 我是很罕見 然後這個球有沒有機會 中外野方向的平飛球落地 而且球還滾到比較遠的地方 郭天信現在繼續往三壘跑 董秉軒都要上二壘 安打打得不少喔 這個球右外野方向還滿遠的喔 結果飛出去了 宇軒飛在這時候也開砲 第一個球就出手 打成了衝的安打 兩出局的情況之下 劉金鴻繞過三壘頭也不回 榮隊的第六分到手 曾傳聲 右半邊的飛球落地安打 榮隊要繼續的攻下分數了 那個炮得好久就產生影響了喔 而比賽後段 衛拳持續搶分 在第八局攻下兩分奠定勝機 中場衛拳就以7比3擊敗樂天 而單場MVP則是由敲出兩支安打 並且推高聯盟拳雷打記錄的 大師兄獲選 賽後四十歲的老將林智勝 也站上MVP舞台打跳chance去 一起和球迷度過紀錄職業的喜悅 龍光加薪水 手舉高槍 H oho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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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o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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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光炸線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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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光 Harley 好一起來 ather точно blame 龍光炸線來termin自勝 go whim acredito 關 龍光炸線 掌聲給大家 privanc了給料給 富邦漢將的羊頭蘿莉 征戰終止十年 就在即將取得本土羊將資格時 震撼宣布隱退 三十八歲的他在外征戰多年 選擇退役是希望能回歸家庭 好好陪伴家人 他在上個月達成中華職棒 生涯百勝的里程碑 而他也將在九月二號舉辦隱退賽 想一度資深羊頭蘿莉在主場 最後戰役的球迷朋友們 別忘了進場支持 和傳奇羊將蘿莉好好說再見